哎呀 怎么样 妈妈呢 姐 姐 这忙活了 不用说那么多菜 没有 给你整个稀罕菜 是吗 做个十个八个就行 不用整那么多 没有没有没有 二十个够不够 我弟媳妇怀孕了 我怎么得得庆祝庆祝呀 是不是 哎呀 吃什么 质料好啊 质料还行 姐夫抓的 我们都没吃 专门给你们留的 哎呀 好好好 你看看 这个都是变出来的 这种好 这种嫩 你吃什么 你吃这个嫩的还是吃老的 我吃个带皮的吧 你吃个带皮的 我吃个带皮的 那个也开始变了 你看到了吧 对 尝尝 哎呀妈 太幸福了 好吃吗 好吃 我吃个这个 嫩的 嗯 哎呀 好香啊 香吗 好嫩啊 过来吃 我不吃 我觉得不敏 你抓的东西你不吃啊 你最麻烦的 是吗 太好了 你过敏啊 这个高蛋白啊 嗯 吃这个好啊 对 补充蛋白 对 今天啊 把你俩叫过来 主要是啊 庆祝怀孕了 在家天人金口了 雅琳啊 现在是孕妇啊 你啊 更得好好照顾她 嗯 可照顾她了 哎 家里边的什么活呀 你都别让她干了 嗯 特别是前三个月的时候 嗯 最最重要 啊 吃东西啥的 也是 营养啊 搭配 这样往那来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别让她生气 一生气这个孕妇心情就影响孩子 嗯 知道吧 想生个健康的宝宝 聪明的宝宝 你就得啥子得顺着她 嗯 嗯 知不知道 行 行 我是顺天赋 这个孩子这压力更大了啊 看电视啊 看手机啊 看见偶像的那样的 近男俩女的 嗯 别看那些楚八怪那样的 影响孩子 啊 行 主要是我也不想看楚八怪那样的呀 我整天守着你弟弟屋 这个孩子能生出来啥样啊 我真不知道啊 这是有点忽略了啊 什么叫忽略了啊 什么意思啊 那我丑啊 你这么说 帅不帅 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讲啊 你心里没有事吗 事实说话 不行 我给你买个那明星头套 回家和我戴上 行 我喜欢绿德华 喜欢绿德华 行 我给你买个绿德华来 我回家我戴个明星头套 哦 男生的孩子肯定也好看 你当姐的你出的好主意行不行 你就是出的这些搜主意 没有用 你就是看着什么好看的画呀什么的 也没有用 看偶像剧长的就像偶像剧里边的那些明星啊 是啊 你看着漂亮的 看着好看的 你心情好了 你高兴了 那孩子也漂亮 反正是啊 就是你以后心里有点瘦 别正脸对着他 然后呢 没事你就 背着他呀 不是 侧着是那个 哎呀 行了 你 行了 你 行了 别让他看见脸 行 咱俩成行在一起呢 我不让他看见脸 我跟他说话 我能背着他说 所以给你整个头套嘛 现在小孩还小了 他不知道啥 你等到他成行的时候 那他可在乎着呢 你不让他看见脸 你可以给他说话呀 你给他猜叫说你的声音 你说告诉他 我是你爹 我还给你订了鹅蛋 我朋友家自家养的鹅 这两套过去给你拿 哎呦 这啥子都一样 你多吃点鹅蛋好 小孩聪明 听人说的 鹅蛋大呀 小孩吃了鹅蛋 脱大他聪明 哎呀 那脱鸟蛋大 你买通鸟去吧 哈哈哈哈 正常吃啊 吃了有阴阳的呀 嗯 就行了 是不是 就是跟你说出来一样 又是买 柳豆花来招了 偷铁吧 又是那个什么 那些都是没有用的呀 吃了有阴阳的就行了 别吃那些垃圾食品 嗯 对不对 这几天一天的玩 都是在家 都是在 在捉摸这些食 在饮食 又是 买饿蛋啊 又是那什么 一点科学依据没有 我觉得姐说的挺有道理的 鹅蛋的话 吃不吃都行 嗯 头套是必须得买的 我不带 不带不行 必须带 为了孩子 坚持这几个月吧 行 我不带 你不带也行 你别跟他对眼儿 你对眼儿了 后来小孩眼睛小 咱家还得改善改善基因 哈哈哈 人人吧 你就是坚持这几个月 孩子一辈子大事 将来生下来 眼睛好看 大眼睛像雅丽这样的 多好一辈子的 是不是啊 你再坚持几个月 干啥呀 嗯 是不是啊 行行行行 行 哈哈哈 很多人 会 别人 很久 遇到 有的 还不在 你 我 是 优优